习主席 中方愿意同比利时加强安全和反恐合作 共同推动国际社会齐心协力 标本监制 共同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维护各国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那么比方已经向中方确认 因为需要留在国内处理应急事务 米西亚首相无法按原定的计划来华进行访问 中方对此表示理解 我们也将就相关的事宜同比方保持沟通 中方和印尼方面就有关的问题 保持的是非常友好和密切的沟通 因为中国和印尼是友好的邻邦 我们也相信双方本着友好协商和对话的精神 尽快妥善地处理好有关问题 是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与印尼方面保持密切的沟通 中方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中方的立场和关切 首先我想说南沙群岛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 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有责任来维护中华民族的祖产 那么关于组织外国记者去南沙有关岛礁参观访问的事情呢 我注意到你非常的关切 你之前问过一次 也在两会外长记者会上问过王毅部长 那么这次又第三次问 我也可以告诉你中方南沙的有关助手岛礁呢 正在建设当中等条件承受之后 我们当然会予以考虑 由于历史的原因 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政策和动向 一直受到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的关切 我们希望日方能够切实地汲取历史教训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重视亚洲邻国的安全方面的关切 在军事安全领域慎重行事 多做有利于地区国家间增进互信 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事情 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 是2月10号的凌晨 丹东市发生了一起朝鲜驻华领事官员驾车 与一辆出租车相撞的事故 造成了出租车司机以及车上的一名乘客不幸身亡 当地的交管部门及时对事故进行了调查处理 朝鲜的领事官员也对中方的死者家属进行了赔偿 那么中方是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进行处理的 中德两国社会制度和一些传统文化不太一样 但是只要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的精神 来通过对话来不断增进互信加强合作 我想一些分析或者不同观点都不算什么 中德关系会继续成为中欧关系的领跑者 这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中方的相关主管部门进行了严肃和认真的核实 那么有关的报道完全不符合事实 我不清楚这些报道是从何而来 但是我们希望有关媒体能够以负责任的态度进行报道 首先有一点非常清楚 萨德问题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的问题 那么中方在有关反导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明确和一贯的 我们对有关问题的实质和危害也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我们也多次表示任何国家在谋求自身安全的时候 都应该考虑到别国的安全利益和地区的和平稳定 当前朝鲜半岛的局势高度的复杂敏感 我们希望有关国家慎重地处理有关问题 我们也要求有关国家不要做有损中国安全利益的事情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